现在王金平愿意提出解决方案 而朝野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蓝营立委都很支持 而在绿营方面则希望 先有实质的内容再来讨论 朝野协商三度破局 下一步该怎么走 立法院长王金平愿意出面 提可行方案 自家立委纷纷举双手赞成 无论王院长也好 马总统也好 大家都是为国为民 他假如他有遇到他多年来的经验 以及他的智慧 我想这个最后殊途同归 现阶段蓝绿极端的互不信任 这时候谁提出来都认为 对方可能设有陷阱 或是说可能有其他的阴谋 所以这时候院长以一个高度 大家长高度出来主持公道 甚至于提出解决方案 我觉得也好像除了他以外 没有更适当的人 第三度协商朝野个体四大条件 双方你来我往 而王金平从一开始 不愿出席马总统召开的院纪会议 到三度主持朝野协商 现在更接下烫手山芋 态度大转变 不过绿营立委则是希望 先有实质内容再来谈 还是要看王院长提出什么方案 我想王院长的出发点是利益良善 但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恐怕在国民党的变数也比较多 王院长企图在现在这种僵局当中要提出解决方案 这当然是好事 但我想王院长所提的这个方案 也必须要朝野党团都能够接受 那更重要的我想也必须一定程度回应学生跟民意的要求 如果王院长能够想出这种三权其美的办法 我相信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转的可能 国民党让步愿意让两岸服贸协议回到委员会审查 不过一场内学生提出退场机制 不仅要先完成立法 还要一百一十二席立委通通连署签名 对于这个要求国民党目前态度保留 一变再变 然后调子越拉越高 所以学生团体他提出这些诉求 到底是哪一个是他们真的诉求 目前为止我们会去 有我们党团的看法 但是我们现在还暂时不会去跟他 做这个签名 虽然国民党已经退了一步 不过还是无法答应学生要求 想让学运收场 考验朝野攻防 也看王金平怎么解套 有电TV张成美胡请说刘一轩台北报道